老年人身体衰弱失能各项功能开始退化 最常见的就是失智症 末期常因持续性的中枢神经退化 及全面性的身体代谢激转失调 导致加速面临死亡 齐美医院老年医学科医师陈秉仁指出 失智症不相癌症明显直接威胁到性命 尤其失智症的末期照护 迎从日常生活细节关注起 透过安宁缓和医疗团队的介入 让病人更有尊严的老友所忠 我们的失智症患者在长期照护 甚至到所谓的生命末期的阶段 其实会遭遇到很多生理的问题 过去我们对于所谓安宁疗护的概念是想说 他是真的到生命的很终点的时候才提供 其实不然 安宁疗护的目的 所谓的缓和医疗介入的目的是为了让生活品质提升 让症状控制 所以在失智症的患者 在长照或是所谓的周末期照护的时候 安宁缓和医疗的团队介入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陈秉仁说到多数患者都会有呼吸端 吞咽困难的症状 家属第一时间想感到害怕 守住无措 这时若有医师或护理师到宅协助 多半可以提升病患的生活品质 严长存活期 目前我们当然是因为有老年学科 我同时是老年学科 也是安宁缓和医疗的专科医师 所以我会尝试的在我常照的病人 或是说我住院的患者 失症患者 那我觉得他照护需要 开始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我就安排他出院的时候 转接到安宁居家照护 让我们亲自到家里去 帮病人 不管是调整药物 做其他生理症状控制 甚至是其他资源 包括残障 扶具 这些转介 这样我觉得其实已经 初步的完成一个在宅医疗的实践 失症症患者最常易感染死亡 陈秉仁分享自己亲人 罹患失症症之苦 甚至病人及家属奔走医院 及住家两地的老累 重新定义失症症 在宅缓和医疗照护的专业度 有别于癌症在家照护 把医疗带入新的里程碑 记者林佑春台的报导 也认为毁上 requirement 需要riends家伙西症 疾伦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